對啦 你不要用車 你就這樣嗎 對啦 我跟你說 這是道路使用地 我也給你一輛你而已 我也給你騎到這裡吧 面對車主質疑 影片中這名男子說不出正當理由 車主只好報警處理 看看這一部車 原本前一晚好端端停在住家大樓對面 隔天早上一起來 卻被蓋上帆布 鐵欄杆 還被綁上木棍 跟黃色封鎖線 圍車的男子是連上建築 公務部的郭文章先生 車主合理懷疑 全都因為他抗議建商 被報復 記者回到現場是 陳先生剛做完筆錄 從警局回家 他萬分無奈地說 會在新買的房子拉白布條抗議 且讓履地當成自宅販售 還在住家陽台貼上大大的騙字 以及小新的牌子 都是希望不要再有人被騙 建商當時是回覆說 因為有人檢舉 不然其實一切都是可以居住的 本末倒置 這一棟寫著連上的建案 位在澄清湖旁的鳥松區 看起來像是一般住宅 但其實是旅館用地 大樓的建造也是旅館的 建商卻鑽法律漏洞 通過安檢之後 再把房子以住宅的名義賣出去 多數住戶家中都還有這些 旅館使用的逃生燈 火營器 很多人都是住進去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 現在他們是違法使用旅館屋 面臨被開罰的命運 建商在賣賣的這個過程中 是不是有刻意的隱瞞 是不是有廣告的不實 住戶有一半都是手購族 面對建商違法在先非常無奈 高雄市建管處承諾 將不對住戶開罰 建商恐怕涉及廣告不實 蓄隱瞞的不法情勢 而主管機關還包括觀光局和讀法局 都將針對不同違法的部分清查開罰 東三新聞臨場董一賢在高雄的採訪報導